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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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富法信徒 各位佛光人 大家吉祥 吉祥 今天呢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結緣 今天要跟大家共演的這個題目 實際上就是大師寫的一本書 就是在講金剛經 金剛經也就是成就的秘訣 所以這後面呢 我們會慢慢的來跟大家談 相信大家對金剛經應該不會陌生對不對 就好像很多人如果對佛教有一點了解的話 相信都知道佛教裡面有一部金剛經 金剛經呢 它主要是在闡述 一切法無我的道理 法無我 這個是 這個是 也可以講是佛法的 重點 佛法的中心 也可以講是佛法的 很重要的 解脫思想 解脫思想 因為佛教呢 講解脫 因為佛陀他降生在印度 那麼 他是一位即將繼承王位的王子 但是自從他看了人世間的老病死生之後呢 他決定要放下一切 那麼去修行 為我們呢 找出一條解脫之道 所以這裡呢大家會發現 以佛陀而言 他認為修行 比做國王還重要 那當然呢 以修行來說 重點是要找到解脫的智慧 因為你如果沒有解脫的智慧 那其實 生生世世啊 都在輪轉 生生世世在輪回 所以煩惱沒有解決 你永遠呢 就是感受到煩惱的苦啊 所以佛教講 苦海無邊 用現代的話呢 用現代的話呢 我們可以講 沒完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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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聽就懂了 沒完沒了是不是很苦啊 很苦啊 沒完沒了嗎 沒有辦法解脫嗎 所以金剛經講的這個無我呢 可以說是解脫的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講無我 為什麼呢 一般人以為有我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一般人啊 以為有我 身體是我的呀 觀念是我的呀 想法是我的呀 感受是我的呀 有一個我在快樂 有一個我在痛苦 難道不是嗎 所以我們也可以想一個問題啊 也因為有我 相對而言呢 你會苦 是不是 因為有我 因為有我 佛教講我子啦 就是我子的意思 好 金剛經我們現在流通的這個版本呢 是 詛摩羅斯法師翻譯的 略稱金剛玻璃經 一般我們都講金剛經 講金剛經應該大家懂 它有六個藝本 所以如果要研究金剛經的人呢 這六個藝本 最好都能夠想讀 因為你想研究嘛 你想多了解 有六個藝本 那這六個藝本當然就是 六個不同的翻譯的 三藏法師翻譯的 有北魏的菩提流知翻譯的 有真帝三藏翻譯的 有達摩吉多翻譯的 達摩吉多呢 跟玄藏法師 還有義境法師 他所翻譯的呢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有他的特點 他翻譯呢 他的經名叫做 金剛能斷 玻璃波羅 玻璃波羅蜜經 或是能斷金剛 玻璃波羅蜜多經 這裡講 為什麼講能斷金剛呢 因為呢 像玄藏法師他翻譯的金剛經 他是從大玻璃經 第五百七十七卷 翻出來的 那一卷呢叫做能斷金剛分 所以一般呢 我們講能斷金剛 玻璃波羅蜜多經 那為什麼講 能斷金剛呢 其實這個有兩個解釋 一個就是我們常聽到的 金剛很硬對不對 所以呢他可以破除什麼 他可以破除 堅固的煩惱 這是一個講法 另外一個講法 怎麼說呢 另外一個講法呢 我們講 我們的煩惱 跟金剛一樣的堅固 雖然跟金剛一樣堅固 但是呢 波雷還是可以破除 所以我們叫能斷金剛 能斷金剛 這樣清楚嗎 所以大家在休閒過程裡面 也會發現到一個問題 我們的煩惱 堅固不堅固 有沒有很堅固 不容易破除對不對 確實不容易 當你看到你的煩惱很堅固的時候 其實呢 你自己都會嚇一跳 為什麼 它太堅固了 堅固到你自己 都沒有信心說我可以去破除它 很堅固 很堅固 所以在休閒過程裡面呢 你也可以回憶一下 三十年前的你 跟你現在的你 到底是不是還是一樣 有沒有一樣 煩惱如如不動 它很堅固 真的很堅固 真的很堅固 我們就講 比如說三十年前 我有那一個煩惱 但是三十年後 我今天碰到同樣的情況 同樣的情境 哪一種煩惱呢 一樣存在 相信嗎 一樣存在 那表示什麼 表示你的煩惱這三十年來 完全沒有被破除 完全沒有被降伏 所以 面對 面對煩惱 我們呢就 必須要有這個信心 就是 煩惱雖然堅固 但是波雷波羅蜜多 的這個智慧呢 還是可以破除 就像佛教常講的一句話 千年暗示 一燈即明 不管你過去 雷聲雷劫 是有多麼的黑暗 但是只要 燈一照明 千年暗示 就可以 得到光明智慧 好 這個是 我們對六個藝本的一個說明 再來我們講 成就的秘訣 為什麼大師會把成就的秘訣跟金剛經 放在一起呢 是不是 大家應該有看過這本書吧 有沒有 成就的秘訣跟金剛經有什麼關係呢 好我們來講 成就 一般人的觀念裡面 他成就的定義是什麼 成就在一般的理解 成就在一般的理解 不外乎 現世的成就自我 也就是擁有啦 不管是明不管是力 等等 這個叫什麼 這叫成就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為了成就明利 他要不要努力啊 他也要努力 不然這個明跟力也不會天上掉下來 好 那麼在佛法裡面 講的成就又是什麼呢 會不會一樣 不會一樣 所以在佛法裡面 成就呢 就是利益眾生 特別講修行的成就 諸佛菩薩的成就 所以相對而言呢 你會發現一般人的成就 跟修行人的成就 有沒有一樣 截然不同 所以你如果說好 我修行要有成就 你必須要無我 有我的話呢 基本上你不可能成就的 因為那是障礙 很大的障礙 除非你把我放下 其實呢 你只要把我放下 你就會有一種 放下束縛的感覺 那個時候呢 可以講你非常的自在 非常的解脫 也因為這樣呢 你具足大力量 所以你在修行上可以成就 可以成就 好 那 那 對佛教成就的意思 就是因緣果熟 也就是波羅蜜多 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啦 佛教常常講到彼岸對不對 有沒有聽過 就是說從此案到彼岸 什麼叫此案呢 此案就是煩惱的世間 從煩惱的世間到解脫的世界 我們講從此案呢 到彼岸 所以呢 你會發現到一個問題喔 此案跟彼岸 也是佛教的兩岸關係喔 有沒有 很微妙喔 兩岸關係 從此案到彼岸 當然啦 這個跟我們息息相關啦 我們要從煩惱到哪裡呢 到解脫 有兩個世界啦 兩個世界喔 什麼叫世界 以前考試啊 他的答案就是 時間跟空間的組合 所謂上下四方 所謂古往進來 這叫世界 叫宇宙 所以我們從小呢 就被這樣訓練了對不對 那叫世界嘛 但是佛陀是這樣講世界的嗎 佛陀不是這樣講世界喔 我覺得佛陀這個對我們而言是一大革命 理念的一大革命 佛陀講 心就是你的世界 心啊 你相信嗎 你這個兩個比較對 是時間跟空間比較對呢 還是說你的心就是你的世界 哪一個比較對 所以大家可以去思維一些問題喔 心 心 你今天沒有感覺 這件事對你來講完全不存在 沒有錯吧 你有沒有感覺 我不知道啊 不就是等於沒有嗎 對你而言 所以心是我們的世界喔 這個在 在佛教的為事裡面呢 他就是這樣強調 佛教的為事 他講 為心 為心所現啦 為事所變啦 就是說我們這個世界 就是我們 心所變現出來的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要聽懂這樣的一個關係 我覺得也不是太容易 後來呢 我找到一句話 覺得 可以解釋 這句話我相信大家也聽過 叫什麼呢 世界就是你的心的投影 這樣是不是容易了解 我覺得這個 比較容易了解 就是你的心的投影 那什麼叫心的投影 我們來講 歐含經喔 不是大正經典喔 是歐含經 它講什麼 它講 心腦眾生腦 心樂眾生樂 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當你在苦惱的時候 你所看的人 沒有一個啊 你喜歡的 心腦眾生腦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你的心已經怎麼樣 已經在起苦惱了 所以你會用這個苦惱的意境 去投射到每一個人的身上 所以你看 這種所謂 苦惱的現象 是不是從你的內心 投射出來的 是不是這樣 就這樣喔 心腦眾生腦 所以表示說 當你在煩惱的時候 你要注意 你不要遷怒 遷怒於他人 因為我們在聖地的時候 很容易犯這個毛病 因為心腦眾生腦 再來呢 我們講心樂眾生樂 只要你的心是快樂的 我敢保證 你看到的仇人 你也會覺得 今天的仇人特別可愛 為什麼 你的心很快樂 對不對 應該有這樣的體驗吧 所以你去想一個問題 心的力量大不大 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我們要發現應該就是 看出心的力量很大 所以你看我們佛光山 今年開三五十周年 五十年前 佛光山 荒山遍野 很多信徒來到這片荒山 就跟師父講 師父啊 這個地方 連鬼都不來 連鬼都不來 師父有沒有灰心啊 沒有 師父說鬼不來沒關係 佛來就好 所以你看才有今天的佛光山 如果人家跟你講 這個地方鬼都不來 你會不會受到打擊啊 你可能會受到打擊啊 怎麼辦呢 就沒有辦法啦 好 所以心可以改變 外面的世界 我們去想那個心的力量 好 心的力量很強 因為可以改變 所以我們在形容 我們的心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三個字來形容我們的心啊 叫什麼呢 叫魔術棒 你有沒有魔術棒 魔術棒好不好用 我很好用耶 你想要什麼一點 它就馬上變現出來 其實呢 這後面有沒有伏法 它在告訴你什麼 它在告訴你 你的心 就是這根魔術棒 你可以改變世界啦 確實可以 確實可以 你看 心腦眾生腦心熱眾生熱 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這叫 這叫心 這叫心 那麼當然啦 這個心所成就的世界 我們講 因緣成就 因緣成就 那麼 在因緣緣起 的另外一個層面 這個層面呢 佛教就是講什麼 講智慧喔 講智慧 講波雷 講智慧跟波雷 你能夠成就的 我們叫世間緣起 世間緣起 比如說你看佛光山 這麼多人來護持 像這個佛陀紀念館 大師就講 千家寺 千家寺院呢 百萬人士呢 需要這麼多的住院 這麼多的住院 那 我們大師呢 成就了這麼多的道場 我們說全世界兩百個道場好了 兩百個 兩百個 你要全部參觀完 不容易喔 你要真的發心發怨 你才跑得完喔 不然真的跑不完 好 這麼多的道場 這麼多的道場 你說這麼多的道場 大師帶得走嗎 帶得走嗎 帶不走 帶不走 當然就是留在世間 讓很多世人種下 得度的因緣嘛 所以我們講緣起講有 那麼真正你要解脫 要自在的話 你就 必須要懂得放下 要懂得放下 那懂得放下這個層面呢 其實就是金剛經講的這個智慧 也可以講是無的智慧 無 無的智慧 世間雖然有 但是另一個層面就是無 所以大師呢 用四個點 來講金剛經 比如說講無相 講無柱 無所柱啦 應無所柱啦 講這個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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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在無的波雷智慧裡面 來成就我們的智慧 所以呢 金剛經基本上 是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好 Paramita 波羅蜜多 它的意思是度 前面講過 從此案到彼岸 從煩惱到自在快樂 像六度波羅蜜多 波羅蜜 波羅蜜 還有從布施開始 布施可以度堅灘啦 布施 精進呢 可以度懈怠 波羅蜜呢 可以度 無名煩惱 你知道嗎 這個人主可以度稱恨 所以這些都是佛法 這些都是佛法 好 秘訣 所以我們講成就的秘訣就是什麼 就是金剛經所重視的波雷 這波雷 一般我們講智慧 那其實波雷就是 波雷的特性 它可以讓我們從此案到彼岸 這是波雷的特質 波雷 所以波雷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 甚至呢佛教講 波雷是諸佛之母 沒有波雷的話 世間沒有所謂的佛 所以呢 大家可以肯定一點 波雷很重要 太重要了 所以以六度波羅蜜多來講呢 以波雷為主導 比如說布施 布施講 布施波羅蜜多 也就是說你要布施的話 那什麼才叫圓滿的布施 你要跟智慧相應 那個才叫圓滿的布施 所以我們講布施呢 要三輪提空 因為它跟波雷結合 這個是圓滿的 圓滿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 波雷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當然啦 波雷它涵蓋的一些理念 比如說剛剛講的這個無 大師呢對無的體驗 比如說 以無為有 以空為樂 這個是不是波雷 這是波雷喔 以無為有 以空為樂 那一般人 都是以什麼為樂 都是以什麼為樂 以有所得為快樂嘛 我得到啦 我得到啦 我擁有了 他認為有所得的那種情況 他會快樂 但是 但是 大師 可能不這麼想 所以這佛法呢 他要告訴我們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世間 他講 以無為有啊 以空為樂啊 為什麼可以以空為樂呢 空也不是什麼通通沒有啦 空只是說我們不要太在意啦 好 比如說眼睛 我們眼睛可以看很多東西啊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看到的都不是你的 對不對 看到的都不是你的 但是呢 雖然不是你的 你看得到啊 不就是這樣子嗎 這樣你不是就很快樂了嗎 是不是 他的道理在這裡 非常微妙的 一個道理 所以波雷我們可以講空 可以講無 可以講無所得 無所得 就是說我們可以體驗 他的這個 含義啦 好 六祖 六祖的這個啟蒙師父 當然就是五祖啦 五祖紅人呢 常常勸聲鼠 但持金剛經 即見自信 直了成佛 我們這裡要特別講的就是說 以中國的禪宗而言啊 達摩底下呢 都是以嫩茄精在印心啊 但是呢 到了五祖紅人之後 用金剛經來印心 所以六祖呢 所以六祖呢 讀了金剛經裡面的 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啊 他讀了這一段呢 有所悟 有所悟 應該大家在送金剛經的時候 都會送到這一段啊 對不對 應無所住 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因為這個是六祖 聽到之後 悟到的一句話 所以呢 你讀到這一句話的時候呢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也有所悟 那你就是七祖喔 是不是 就是給自己一個提醒 提醒喔 因為他這裡面確實有他們的道理 應無所住啊 不住 射身相畏觸法 不入 射身相畏觸法 心經有沒有講到 心經其實有啦 其實他用的字其實不一樣 但是意義是相同的 好 金剛經講 不住 講不入 心經講什麼呢 無 眼耳鼻舌身力 無 射身相畏觸法 有沒有一樣 講的是同一個道理喔 所以你看 但詞 金剛經 可以直了成佛 你說他效用到不大 非常非常的大 極見自性 自性呢我們講 心的本性 心的本質 禪宗裡面呢 有一個話頭 非常有名的一個話頭 當然啦 以現在來講叫做考古題啦 那叫考古題 講了幾千年了嘛 他講什麼呢 喔 你要去參就 參就就問你啦 護母未生你之前你的本來面目是什麼 答得出來嗎 答得出來嗎 考古題很好用耶 你會就會 不會的話呢 你真的答不出來 你真的答不出來 就像你到一個地方去 你真的到了那個地方 當然不一樣啦 因為你如實了之 對不對 人家問你什麼問題 當然你一下子就答出來了嘛 因為我非常清楚嘛 如果你沒有到那個地方 只是看相片 欸 看相片好像很像 但實際上你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所以呢 如果我們只是看文字像 而沒有真正的體驗的話 還是有距離喔 所以看文字像 就如同我們在看相片一樣 那真正你要有所悟 我們講你真的到達那個地方 因為你有所體驗 所以文字像 基本上它是一個方便啊 是一個方便 六祖也講啊 六祖在談經也說啊 所謂佛法廟裡啊 非觀文字啊 如果跟文字有關係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會吃虧 因為佛陀不講中文啊 不論我講凡文啊 講巴黎文啊 那我們不會啊 所以諸佛廟裡非觀文字 所以我們才可以講 本來面目 本來面目 本來面目呢 這個話題其實 說穿了也不是說太難 它的意思是什麼 如同說 當你還沒有生氣之前 你的心是不是解脫的 沒有錯吧 你還沒有生氣之前 你是不是解脫的 因為你沒有煩惱啊 你沒有煩惱不是解脫嗎 但是一般人不知道那個叫解脫 這個問題在這裡 他不知道那個叫解脫 所以呢 所以呢他會到處去找什麼 找解脫 這個是問題 這個是問題 等到哪一天 他怎麼找也找不到的時候 好 就是說在他的尋世裡面 他是找不到的 因為解脫不是用你的生滅心去找的 你用你的生滅心 你也看不見不生不滅 因為這兩個世界 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 好 六祖惠仁大師講 菩提自信本來清靜 但用此心指了成佛 你看 跟五祖講的有沒有一樣 都是指了成佛 都是指了成佛 一個是自信 一個是自信 一個叫什麼呢 本來清靜 所以自信是本來清靜的 我們講心的本質 心的本質是不生不滅的 不生不滅 那為什麼我們的心有生滅心 有計較心 有比較呢 有這個對待呢 因為呢 我們可能已經習慣了分別 習慣分別 因為分別呢 所以產生對立 因為有對立呢 這個世界啊 我們講二分 講二分 所以佛教講 這叫二邊見 二邊見 佛教基本上不講二邊見 甚至講二邊見是一種 不正見 不正見就是邪見的意思 那不講二邊見講什麼呢 講世間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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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可以破除二邊見 因為呢 所謂二邊者 你會認為說二邊它是實在的 它是實有的 那緣起法為什麼可以破二邊見呢 因為緣起 它只是講緣起 它沒有講絕對 它沒有講絕對的快樂 沒有講絕對的痛苦 它不講這個 它講緣起 講因緣俱足啦 因緣俱足就有嘛 因緣不俱足當然就沒有 所以如果講因緣不俱足 你要強求 強求得來嗎 沒辦法 如果講因緣俱足 你不想成就 那也沒辦法 為什麼 因緣俱足 好 那就叫因緣俱足 所以基本上佛教講因緣 因緣就是條件 好 條件 所以因為有條件 才有後面的結果 但是呢 我們二邊見的話呢 就是只有強調結果 而怎麼樣 不看中間的過程 所以如果講因緣條件 是不是比較科學一點 比較科學吧 比較科學吧 比較科學喔 好 大師用四點來講金剛經 第一個叫無相布施 無相布施 因為無相的布施 所以有無限的功德 一般人會把功德放在布施這一件事情上 但是呢 有一點問題 如果我們要講無限的功德 應該講我們養成布施的習慣 這個比較重要吧 養成布施的習慣 好 大家有沒有養成布施的習慣 這個滿重要的 甚至呢 你如果善根發向 你會經常想我要怎麼去布施 你心中呢 你心中呢 就會一直 出現那一種 想要布施的念頭 你會想辦法要去布施 好 所以 我們能夠 養成布施的習慣 會有無限的功德 因為它已經變成習慣了 所以呢 它會在意對象嗎 它不會在意對象 它也不會在意布施的東西 甚至呢 它也不會計較 有沒有布施這一件事情 為什麼 你養成布施的習慣 這個是難能可貴的地方 好 好 結文裡面講 富士虚普提 菩薩於法 因無所住 行於布施 所以這裡也講因無所住 你看布施也要因無所住 有什麼都要因無所住 不入色身相畏觸法 不住色身相畏觸法 布施虚普提 菩薩因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 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施量 對不對 無量無邊的福德 無量無邊的福報 所以講無相 講不住相 好 金剛經後面也有一個四句記講 若以色見我 以陰聲求我 是能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這裡講 你不要住於外相 不住外相 不住外相 因為學我它是非表相 非表相 所以如果我們太注重於表相 下面有幾點就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我們只是太注重表相的話 所以因此少了自覺 如果少了自覺呢 那我們所穿的海青只是唐式的衣著古風 對不對 我們穿海青穿起來有一種什麼呢 有一種宗教信仰對不對 就是說這件海青對你來講 它不是一種唐式的衣著而已 它代表的是另一層的含義 另一層的含義 甚至呢 對我們而言那個就是修道嘛 修道所穿的衣著嘛 因為你要修道 所以你才穿海青 那少了行佛 法會只是佛教的音樂句 這就是 著與外相的關係 心中沒有佛法 所以其實心中沒有佛法是 是蠻可惜的 少了佛法拜佛只是鍛鍊精骨的體操 少了覺醒佛法課程如同活動成長營 少了菩提心 發心作物好像上班過時光 對不對 是不是很可惜 大家來做義工 我想不是只是打花時間吧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你做義工 義工的背後有什麼 有你的菩提心呢 是不是 有你的菩提心 這個比較重要吧 這比較重要 所謂自覺覺它 自立立它 我們講菩提心 這個也可以說是我們學佛的一個方向跟目標 要很清楚 不然呢你很容易迷失喔 沒幾下就迷失了 好 所以不助於外相 比如說念佛好了 念佛你如果太著重於聲音乃至數量 你念的佛會有問題 好像在拼業績一樣 其實不是啊 念佛怎麼是在拼業績呢 念佛就是說我們 我們的心要跟阿彌陀佛相應嘛 是不是 相應才行啊 所以 念佛它也需要 然後 也需要一點這個 了解才行喔 也需要一點方法 你方法不對 那終究來只是一個聲音罷了 所以 我們這裡有講喔 念佛 念佛容易信心難 心口不宜總是閒 可念彌陀心散亂 喉嚨喊破也突然 所以如果 念佛只是出聲音 只是算數量 那我告訴你 念佛機最快往生 是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 念佛機可以念24小時 你有辦法嗎 你沒辦法呀 你沒辦法 當然啦 往生不往生 當然不是靠聲音大小 靠我們的信願行 這個很重要 念佛的人都知道 這個 佛號的背後要有信願行 淨土三之良 信心 願力 跟這個 修行 信願行 甚至我們講菩提心 就願力這方面 你只要 你的菩提心跟阿彌陀佛相應 你要往生真的很快 一個念頭就過去了 為什麼 因為你跟阿彌陀佛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你完全符合阿彌陀佛的招生標準 所以這個講信念行 這個就講信念行 這個就講信念行 所以我們講 非從外向的 不以色見我 不以陰生求我 不以外向 我們講不住向 講無向的意思 阿彌陀佛的前生 他有一次呢 是一個小孩子 當佛陀經過他的面前的時候 他用一片真心 很誠懇的這個心 用沙來供養佛 你說他有沒有功德 沙怎麼可以供養佛呢 但是呢 他用一片真心 一片誠心 我想那個就不是沙的問題 對不對 應該就是他 以一片心來供養佛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福德因緣 他做了阿彌王 做了國王 梁武帝的前生呢 聽說他是一位僑夫 上山砍殘 有一次天下雨 他急著下山 但是路邊呢 看到一尊佛像 所以呢 他就生起慈悲心 把他的斗粒呢 就布施給這個佛像 用斗粒呢 蓋在佛像的上頭 讓這個佛像呢 免於受到雨水的侵襲 也因為這麼一個念頭 他做了梁武帝 所以有一句話講 三寶門中福好修 一聞失捨萬聞收 不心但看兩五地 成師一立管三合 所以呢 這些呢都是 真正的 用一片心啊 來請布施 所以我們講 他的福德是無限的 那當然呢 那當然呢 在佛教裡面講布施 有講財施 講法施 講無畏施 甚至前面講過的 布施跟智慧相應 就是要做到三輪體空 好 好 前面講的是 無相 無相的布施 有無限的功德 再來我們講 無我度生 是無上的慈悲 所以 無我 一開始有講到 無我可以說是 解脫的很重要的理念 因為有這個我呢 所以呢 生起很多煩惱 以生死來講 就是這樣 以生死來說呢 基本上 一般人會認為 有一個我在生 有一個我在死 是不是 你會不會這樣想 基本上會 那麼 也因為你這樣想 所以你會輪迴 那如果呢 我們把那個我 拿掉的話 那你說 有生命之相 但是 沒有一個我在輪迴 這樣你可以解脫 對不對 你可以解脫 佛陀他也講到一個解脫的理念 我覺得蠻受用的 他講 我們的身 我們的身 會不會帶來痛苦 會啊 身體的身 色身 會 他會帶給我們痛苦 因為他會生病 因為他會老 他會帶給我們痛苦 但是既然這樣的話 什麼叫解脫 佛陀講 身苦 但心不苦 這個可以解脫 做得到嗎 身苦 心不苦 這個可以解脫 好 相信大家 有類似的體驗 有類似的體驗 應該都會有 生活裡面應該可以找到 一些跡象 那只要這種現象被你發現了之後 你就會產生信心 你會肯定佛陀所講的話 比如說 比如說 就以我個人的經歷來講 好了 不知道大家幾歲的時候出水痘 大家幾歲的時候出水痘 有印象嗎 如果太小的話可能沒影響 如果太小的話可能沒影響 好 我31歲出水痘 很辛苦喔 非常辛苦 在房間裡面呢 待個七天沒有出來 應該不是七天 那是前面 總共加起來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非常非常辛苦 甚至呢 那個時候都知道 自己好像快走了一樣 因為他們說 我聽人家說 這個出水都沒有藥 但世界上可以去醫院 但是那個時候沒有去 就一直待在療房裡面 三個禮拜 所以那個過程呢 我很清楚 剛剛開始當然很辛苦 非常辛苦很痛苦 很煎熬的意思 但是到了後來呢 你會發現 慢慢慢慢的 你對你的身體已經怎麼樣 已經放下了 當你對你的身體已經放下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你的心呢 一片的平靜 非常非常平靜 所以那個時候我敢保證 如果走的話一定到極樂世界 好 謝謝 那當然呢 這是一個 現象 心可以很平靜 心可以很平靜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發現到 就是說 我們的心確實可以超越身體的痛苦 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事實 也就是說我們的心 有這個本質 有這個本質 有這個什麼呢 有這個力量 甚至講有這樣的智慧 確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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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 大家要對自己有信心的 就像前面講的 心的本質 沒有生沒有滅 這個是我們 在學活過程裡面 一個很明顯的目標 好 無我度生 無我呢 怎麼講呢 無我也可以講就是空呢 極靜自在捏盤 我們講 把我的想法放下 我的想法放下 就是說認為 有我的那一種想法 要把它放下 好 因為我們這個 生活裡面太多 太多的我了對不對 太多太多了 我的車子 我的手機 我的房子 我的親人 我的一支筆 我的一張紙 你看 不都是跟我有關係嗎 所以呢 這也表示說 我們生活裡面束縛太多了 自己把自己 綁得太辛苦了 所以無我 無我就是 空的體驗 那麼在三法印裡面 有講到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這個大家都熟悉的 那麼也因為有 無常跟無我的 這樣的體驗 這樣的層次 所以我們最後才講 捏盤即淨 那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說 你要解脫 你必須了解兩件事情 第一個 世間無常 第二個 諸法無我 這兩個你必須要懂 你如果不懂的話 你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捏盤即淨 不可能 因為這叫三法印 不可能 不可能解脫的意思 解脫就是捏盤 捏盤 最明白的解釋 我們叫 貪稱之勇盡 煩惱不生的意思 煩惱不生 那你快樂不快樂 好 保證你快樂 所以捏盤第一樂 我都講 捏盤解脫是世間 最快樂的一件事情 叫捏盤第一樂 有一個禪師在解釋 解脫捏盤 他形容的 非常的恰大好處 大家一聽就懂 他說什麼叫做放下 什麼叫解脫 他說呢 就好像一個 就好像一個人 抖掉一身的肥肉一樣 那麼樣的自在 那麼樣的輕鬆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捏盤 因為你沒有煩惱的 煩惱不生啊 煩惱不生 所以我們一般講 一般講 一般講 極滅 極滅 這個是 以前人翻例 用的這個字 叫極滅 極滅 所以捏盤的本意 叫做熄火 熄火 台語叫做會花去 聽過嗎 有時候火熄掉了啦 叫熄火 那為什麼熄火就是解脫呢 熄滅 熄滅 貪心的火焰 熄滅 稱恨的火焰 熄滅 無名的火焰 這樣好不好 相當好 相當好 叫熄火 叫熄火 所以當我們煩惱的火焰不再燃燒的時候 我們的心是平靜的 我們的心是平靜的 是寂靜的 是解脫的 是安詳的 這個 這個是 在世間最快樂的一件事情 好 最近有一句話 我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 現在大家手機很方便嘛 有很多資訊傳得很快 他有一個資訊在講 他說什麼呢 一個人經過一生的體驗之後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呢 內心的平靜 是我們內心裡面最好的風景 平靜嗎 平靜就是寂靜啊 就是自在啊 就是解脫 這個在我們內心找得到 只有在內心找得到 內心具足的無量功德之一 好 金剛經講 如是滅度無量 無數無邊眾生 時無眾生得滅度 則何以故虛不提 若菩薩由我向人相眾生 向受者向極灰菩薩 這什麼意思呢 所謂滅度就是說 我度了很多人 我度了一個人 我度人的意思 那叫滅度 讓一個人煩惱不生 那叫滅度 比如說你度了很多人 你會不會執著說 我的功德很大 因為我度了很多人 你會這樣想嗎 你會這樣想嗎 不會喔 不會那就是說 有無我的觀念 那有些人如果度了很多人 他就在意說 我那個人是我度的 是不是 對他而言他好像有一種 有所得的感覺 有所得 所以呢 所以呢這個呢 跟無我就不相應 所以我們講 滅度無量 無數的眾生 而無 而十無眾生得滅度者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菩薩 他具足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 所以也因為具足 所以呢我們講 他是一位菩薩 那如果說菩薩沒有 沒有去掉我相 人相 眾生相 跟受者相 那這位菩薩呢 相信 他是一位很苦惱的菩薩 他雖然在度眾生 但是有我相 有人相 你說這個菩薩辛苦不辛苦啊 相當辛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過苦惱的菩薩 好 所以呢如果我們有煩惱的話 表示有我相 有人相 我想這個可以做自我提醒 也相當重要 好 如來說有我者即會有我 凡夫之人以為有我 前面講過 一般人認為有我 有一個我在生 有一個我在死 這個呢 基本上你會痛苦 好 這個我呢 如果放下我的看法 那這個是重要的 那這個是重要的 表示能夠跟五我相相應 好 這裡我們講一個例子 我們有一位師兄 他還沒出家之前 開蔬菜館 也很發心啦 這個叫推廣素食 那一般的素食館呢 為了要營造一個很好的氣氛 會不會放一些佛教的音樂啊 會不會 會 所以呢大家在用餐的時候 內心會比較輕鬆 但是呢我們這位師兄呢 跟別人不一樣 他不是放佛教的音樂 他放什麼呢 往昔所造諸二葉 會不會 皆由無死探生吃嗎 你說 我要吃個素菜 一邊吃還要一邊懺悔 是不是 所以呢這個都是什麼呢 欸 自己的想法啦 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們如果說 喔真的放下的話 其實呢可以 更可以怎麼樣 欸 廣度有情 好 經文裡面有講到 所以說忍辱的時候 做忍辱先人 被割立王割結身體 也因為有割立王割結身體呢 他透過無我相無人相 可以成就忍辱 波羅蜜多 所以呢這個表示說 從忍辱跟智慧相應 波羅蜜相應 你的忍辱呢 是究竟的是圓滿的 所以這裡有講到 你看喔 在忍辱的背後 需要無我相無人相 對不對 無眾生相無受者相 才可以真正的 不生起稱恨之相 好 這個是滿重要的地方 四法平等無有高下 四名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 修一切善法即得 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這裡更可以看出 無我相無人相的重要性 為什麼呢 我們講修一切善法 修一切善法 如果這個善 是跟惡所對立的善法 那其實呢 比較有限 那當然呢 在修一切善法的當下 如果跟波羅蜜在相應 用無我無人 來修一切善法 這裡佛陀跟我們講 你會成就無上正等正絕 無上正等正絕 也就是成就佛道的意思 所以表示說 無我相無人相是相當重要 前面也講過 對解脫而言 這個是很重要的理念 你沒有對無我的體驗 基本上你沒辦法解脫 所以虛頭煩來講 虛頭煩他破三節 對四不壞性 產生堅固的信心 所謂佛法生戒 產生堅固的信心 當然就是不懷疑 所以三節裡面有一個 再者 有信心不懷疑之外 虛頭煩對解脫的方法 正確的解脫方法很清楚 所以他不會盲修下練 不會 他不會浪費時間 如果你對修行不清楚 你會不會浪費一些時間呢 有可能 因為 你所認為的修行 你所認為的修行 可能不是呢 可能不見得可以解脫生死 好 比如說佛陀那個時候 有人就問佛陀 聽說到橫河去沐浴 可以 可以業障消除 大家認為是嗎 佛羅就跟他講啦 如果到橫河沐浴 可以業障消除的話 那我告訴你 橫河裡面的雨啊 早就成果了 所以業障消除不是靠說 我到橫河沐浴 沐浴下就沒有了 不是啦 你要真心懺悔 你要真心懺悔 過去所造現在所做 你要發入懺悔 讓以後 這些煩惱不再重現了 好 那麼 中國佛教會的會長 學成大和尚 他有送師父一副對聯 寫什麼呢 無我無人觀世在 非空非有見如來 無我無人可以觀世在 所以我們要觀世在 就是要跟無我相應 無我相應 把我放下 基本上 你不省煩惱 好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 那麼這個在金剛經裡面 經常提到的句子 這四個句子呢 當然這四個句子呢 容易了解 你說無我相 其實無我相就是無我想 無我想 無我想 沒有自己太多的想法 這樣你會不會比較自在 很多煩惱都是來自於 太多自己的想法 這個不對 那個不行 這個 要取煩惱太容易了 是不是 太容易 所以他翻譯了 這個 九個句子 這個可以大家 做參考 也因為無我呢 菩薩可以做到 無緣大食同體大悲 因為無我 這個是菩薩的境界 一般人還是怎麼樣 還是認為有我 所以他所慈悲的範圍 就有限 比如說以家庭為主 對不對 在家庭裡面我可以行自卑 但是不認識的人呢 免談 所以他的範圍基本上有局限 有局限 但是你如果突破這個我 你可以做到菩薩的境界 無緣大食 無緣大食同體大悲 無緣大食同體大悲 所以過年車子很多 過年車子很多啦 你說每個人都有車位 那是不可能 所以有一台車子呢 停下來 在我面前就一直發牢騷 甚至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 我能跟他罵嗎 我不能跟他罵 我只能聽他罵 但是我聽歸聽呢 我很專心的聽喔 因為太專心了 所以發生一件事情 後來我發現 他罵我的聲音好像在 唱歌給我聽 你相信嗎 所以你可以證明說 當你把自己放下的時候 那個世界是不同的 你可以去試一試 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所以也因為有這種體驗 你就有信心說 人確實可以成佛 人確實可以成佛 好 第三 無助的生活 真正的自在 金剛經講 世故虛佛體 若菩薩摩侯薩 應如是生清淨心 不應注射身心 不應注身相畏觸身心 應無所助而生其心 對不對 這個句子 要注意 應無所助而生其心 不注於什麼呢 不注射身相畏觸法 不注射 不注於外六層 一般煩惱還是來自這裡 你看眼間看到不喜歡的人 煩惱就來啦 聽到不想的 聽到不想聽的聲音 煩惱就來啦 看到不是嗎 看到不滿意的 看到不如意的 煩惱就來啦 所以煩惱從哪裡來 從六層中來 所以我們如果不注射身相畏觸法 你說你自在不自在 所以我們講 應無所助而生其心 好 這裡有講到 葬金樓大師寫的這個對聯 這次五十周年的系列活動 大家有沒有到葬金樓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這 這幅對聯 這幅對聯呢 其實呢就是大師無助 的一個智慧啦 你看大師寫到 見世安生傳到無洲 油是蓮花 不濁水 引流世界 圓解十方 易如日月 助虛空 所以也因為這樣大師寫很自在啊 對不對 很自在 所以我們能夠自在 我們對世間呢 就不會要求太多 不會呢 执著太多 基本上我們都知道啦 我們來到世間 什麼都沒有帶啊 要離開世間 也是怎麼樣 也是什麼都帶不走啊 這樣不是很公平嗎 對不對 很公平啊 如果你看出這一點 其實呢 我們也可以很自在 無所掛礙 但是世間的人不是這樣子喔 一般的人可能不這樣想喔 一般的人都知道 世間的東西他帶不走 但是很遺憾的 他對於世間的所有一切 他也放不下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就想 人 到底是聰明的還是矛盾的 好 後面講 無助喔 這裡也有一個小故事 一個犯人 這個國王就跟他講 如果我現在請你頭上 頂著一碗油 然後 你到市場去走一圈回來 如果你頂上的這一碗油 沒有滴下來 那你的命呢 就可以保住了 所以這個人 要不要很專心啊 相當專心 如果 如果 碗裡面的油一滴出來 他後面呢 他後面就是一位筷子手啊 只要有一滴下來 他的頭就落地 所以因為這樣子 他為了要保命 你說他專心不專心 他要非常專心 也因為專心呢 所以他一定 不能夠被外六層所影響 所以好看的不能看 好聽的不能聽 是不是 好聞的不能聞 好吃的不能吃 所以你要 他就是怎麼樣 必須要這樣子啊 不住 色身相位處 不入 色身相位處 所以也因為這樣 他才可以保命 所以這裡當然有他的含義啦 就是說我們不被外六層所干擾 我們的法身會命 才會保得住 否則呢 煩惱重生呢 好 又是輪迴生死 好 再講無住 吼 無住呢 也就是無所依 無所靠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少聽 但是呢 其實呢 這道理是一樣 因為不住 所以無所依 那無所依其實是佛 的名號之一 所以唐朝的寒山呢 他也講 我向前夕造壁流 或向海邊做盤石 心事孤雲無所依 悠悠世世何須密 無所依靠 你的心自在不自在呢 像什麼 像行雲流水 對不對 這叫行雲流水 因為無所依 因為無所靠 靜行品也講到 發指向道 當願眾生 屈佛所行 入無一處 無一者 當然就是不住啦 所以對金剛經而言 他講到 過去 現在 未來 不可得 不追憶 不貪著 不幻想 過去 現在 未來 是不是會造成我們的煩惱 會不會 會 怎麼講呢 佛在講百八煩惱 六根 六成 加上什麼 過去 現在 未來 六成 六成一三 是不是一百零八 這叫百八煩惱 所以 過去 現在 未來 會造成我們的煩惱 應該我們講 對過去 太過 執著 對未來呢 太多的幻想 所以呢 這個時間的問題 也是煩惱的因素 所以金剛經為了破除這一點 講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可以說要沒有放下的意思 放下過去 也不幻想未來 過去的事情 是不是 你所記憶的呢 都是你過愛的事情 有沒有可能 有一篇文章 我覺得很有趣 它寫什麼呢 人到中年 舊很多啊 人到了中年 舊 舊就是新舊的舊 舊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他腦子裡面的裝的都是什麼 都是不如意的事情 這個呢 應該叫做 叫做自我毀滅 自己找自己的麻煩啦 有一個信主呢 他碰到我就跟他 他就跟我講 他家怎麼樣怎麼樣 他兒子如何如何 他家裡的情況都跟我講了一千二十 講到最後呢 我就教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讓你 不煩惱的方法 你把這一輩子 三件最得意的事情 你把它寫下來 人總有一些得意的事情吧 有沒有 一定有的 只是你平常沒有去想 沒有去記而已 寫下來做什麼 每天看 每天讀 你會活在什麼呢 活在你自我的榮耀當中 對你有沒有幫助 有 會增加你的信心 所以你就不會被那些煩惱的事情一直糾纏 它是很辛苦的事情 相當辛苦 好 最後一個 無得 無得而修 真實的獲得 無得 無得 不可得 不可得 就像 達摩 對慧可講 密心 密心了不可得 這個 這個是 達摩問 慧可的 一個話 你把心拿來 我來替你安 慧可就講 密心了不可得 大家想不想安心 想不想 主在現在的社會裡面 你想不想安心 所以究竟的智慧 這個菩提達摩講 密心了 了不可得 你體驗到這個呢 達摩就講 我已經替你把心給安好 當然這個是比較究竟的智慧 所以無得而修 真實的獲得 大師常講 以無為有 以空為樂 四大皆空 四現有 五因合合 亦非真 四現本來就是這樣 亦是真 亦是假 這方面其實佛教講 緣起星空 其實緣起星空就是這樣的 緣起星空 我常常講一個譬喻 你這個影子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影子啊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很微妙的一個問題 你說我看得見啊 看得見就是有嗎 但是你又抓不到 對不對 他沒有實體啊 他沒有實體 所以世間基本上是這回事喔 基本上喔 我們慢慢去體驗一下 可以體驗得出來 所以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意如天 應做如事觀 其實他這裡講應做如事觀呢 一切有為法 我們講 諸行 諸行就是一切的意思 諸行 諸行就是一切的意思 有為法我們講 因緣合合 那叫有為法 那麼也可以講 世間的所有 如夢幻泡影 如如意如天 應做如事觀 其實他這裡講應做如事觀呢 我覺得他講得太客氣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應該講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入意如電 應該講世間 本來就是這樣子 難道不是嗎 應該講世間本來如事 好 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 他就是這樣 不管你了解或不了解 他就是如此 好 下面這個呢 跟上面那個句子是一樣的 不過呢 下面這個句子是 玄奏法師翻譯的 他把一切有為法翻成 諸何何所為 基本上 差不多 大概就是前面這句而已 有一點不同 那一切有為法就是 諸何何所為 好 所以我們講 講這個空 講這個空 講這個無德 無德 無德而修呢 就是真實的獲得 基本上要了解 所謂空的道理 空的道理 空的道理呢 歐含經有講到 與一切空行 空心觀察歡喜 這裡呢 其實就是我們常講的空歡喜 其實空歡喜的本意 就是這一個 與一切空行 空心觀察歡喜 所以跟我們一般講的空歡喜 是不一樣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空歡喜也應該可以講說 了解空就會歡喜 知道空 才是歡喜 為什麼 你大師講的 以空為樂 以空為樂 就了解自在啦 了解自在 應該可以講說了解什麼 了解波雷 正德法空性 正德法空性 你會自在 因為呢 你可以體驗到無我 可以體驗到無我 好 那麼歐含經他也講到什麼叫空 我覺得歐含經解釋的這個空呢 非常的積極性 好 什麼叫空呢 心熱 清淨 解脫 這個叫空 這是空的本質啊 心熱清淨解脫 這個叫空 好 也可以講 把我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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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心熱清淨解脫的意思 好 再來我們講 清淨解脫經有說 講如來 什麼叫如來呢 無所從來 亦無所去 所以 這方面呢 其實也是在講空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我們講 不來不去啦 也可以講 如來如去 其實如來跟如去呢 它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好 這裡有幾個 幾個故事 好 小公主 跟國王 跟大臣 在公園裡面散步 小公主看到 水流間的水泡 晶瑩 透涕 非常的可愛 她就突發奇想說 要她的這個 國王爸爸呢 用這個小水泡 串一串項鍊給她 可能嗎 大人都知道不可能 但是小公主要啊 你怎麼辦呢 是不是 好 身邊的這個大臣很聰明 她說 小公主 我可以替你穿 但是呢 有一個條件 你只要把水泡拿起來 我就替你穿 所以這個可以講世間 講世間 為什麼可以想世間呢 世間很多東西啊 你看得到 你聽得到 甚至呢 我們就說你擁有好了 但是呢 我們也都知道 最後畢竟怎麼樣 畢竟都帶不走 好 就像這個水泡一樣 看得見啊 還是摸不著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呢 應該可以講 世間本來如是 世間本來就是這樣子啦 這樣有沒有覺悟 要靠覺悟 這個要靠覺悟 我們常講世間如夢幻泡影 對這個夢呢 大家有沒有什麼體驗 夢它可以告訴你什麼 你說做夢 這時間到了嗎 你說做夢到底可以 夢到底可以告訴你什麼 還是說大家沒有太注意 太注意 太注意說什麼叫做夢 比如說我們這樣講 你在夢裡面 你中了彩券一千萬 你認得如何 醒過來 發現是假的 但是呢 你下次做夢好了 你在夢裡面 你欠人家一千萬 醒過來之後呢 喔 好在是假的 所以夢它可以告訴你什麼 它可以告訴你 你沒有得到 你也沒有失去 是不是 你中了一千萬 你也沒有得到啊 你千人家一千萬 你也沒有失去啊 為什麼 因為那是夢 好 我們以這個為例子 我們就來講 如果講人生也跟夢一樣呢 你認為如何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們常講人生如夢嘛 夢如人生嘛 其實在大波雷經 它很明確地講 人生跟夢等無差別 完全一樣 好 我們可以從世間的很多事實 去證明 去證明 佛陀所講的話 所以我們了解的 我們就說 喔 你具足了 解脫的 玻璃智慧 好 我們今天 很感謝 大家的 歷臨 我們 就用這個題目 來跟大家結緣 來跟大家共人 那麼希望 我們透過大師的這本書 讓我們在生活裡面 有更多的自在 有更多的智慧 有更多的博人 謝謝大家 謝謝寶和尚慈悲卡士